至于这个骚扰电话 我问你 你如果谈恋爱 被对方甩了 我怎么可能会被别人甩啊 我说的是假设 如果你谈恋爱 被对方甩了 还被对方落黑了 你会想到要换个电话 再打给他们 我也没有 被甩过 我怎么能知道 也对啊 萧贝贝 恋爱专家 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看问题 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在你心里 已经默认了张珊珊是私生犯 那她的这些行为就是骚扰 假如你换个思路的话 换一种思路 举个例子 我们在做心理咨询时 常常听到的是对方的一面之词 就像这枚硬币 要真正认识一个人 并解决他的问题 你得看他的另一面 看另一面 如果周然和张珊珊真的谈过恋爱 那张珊珊做的所有行为 也全部都合理 我用来 不认识一个人 他也有不认识一个人 子都合理好 我认识一个人 你都会想要问他 他也有什么想要问他 你也有什么想要问他 服务员 再给我来一杯 服务员来了啊 快快快快 来 起来 晚上稍等一下 喝杯水 起来 太沉了 挺沉的你 来 赶快喝了 饿水喝了 谁让你喝酒的 饿水喝了 快喝啊 走 你给我走 我是肖肖 走 行 我这肖肖 行了 言洛 言洛 别别别别 言洛 言洛 我是肖肖 洛洛 言洛 你不能来我家 言洛 言洛 打不开 能打开吗 打不开 言洛 瑞斯过去了 你干吗 你为什么咱们 我 他怎么就喝多了呢 不是你 没有 没喝多少 其实 ek 主要在咱们两个 光顾着聊了 也没注意到他 我手机没电了 能借我手机用一下吗 在包里面 完了 孙可乐现在肯定抓下了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问题 对不起 这萧萧上哪儿去了 今晚萧贝贝的文章 能按时上传吗 你还没办法 我公众号的文章 没有办法按时发了 算了 跟你聊完之后 我也不打算发出去 吴经理 抱歉啊 我们可能会比预计时间 推迟一些发布 萧贝贝正在做最后的修改 我的金主爸爸们 估计正在满世界找我 我的金主爸爸们 希望孙可乐能替我搞定吧 希望孙可乐能替我搞定吧 孙可乐是谁啊 孙可乐是谁啊 我公众号的运营总监 他应该还在被广告上催着发稿 我按赞 concern 大家估计 如果您帮您交给我 哪动他 frei 话 我们拿frage 她 mini 同胞 也算一下 lip 一 还不 进一本 愿意 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空繁星闪烁 逃逸 谁在深夜辗转 反错 那颗盼圈烟火光影 渲染温柔的月色 两颗星就靠近了 会不会保存在草稿箱里 不都写好了吗 害我担心半天 有个公众号好像在说哥哥的事 我刚看了 小贝贝说得太好了 哥哥的碎生犯331 你们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 他竟然说跟哥哥谈过恋爱 331离战哥远点 抵制他 跟他离哥哥远点 以爱为名伤害哥哥 太坏了 我不是 梦里谈的吧 大佬曼 蒙心入群 你们这是在说331吧 对 就是他 让他滚出黄园会 行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有些人躺别人怀里睡得还挺好 谁啊 你给我走 我是萧萧啊 言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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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萧萧 我 那个林二世 对不起啊 我昨晚晚上实在 林二世跟他好绅士 绅士 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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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喝牛奶还是橙汁 都行 都行 糟了 已经发出去了 谢谢萧贝贝还我们家周然清白 私生犯S和偶像明星罪 是不是张珊珊和周然啊 小贝贝 你是不是知道 什么内情啊 终于有篇分析私生犯心理的文章了 郭奶奶 你终于出现了 赶紧把那篇文章给删了 删了 那篇公众号的文章啊 你确定要让我删了啊 赶紧的 别废话 现在赶紧删了 你删没删啊 你先告诉我 干什么呀 删了吗 删了吗 删了 你知不知道张珊珊在少林那儿 做自询啊 的 厚